他是自己自己幫他接觸 他直接把他MDI掉了 OK好那我們就默默用 那我們最後一位歡迎適合分享 謝謝 今天其實沒有做很多事 其實都在那個同花松道那一組那個聆聽 那等於說聆聽裡面把一些想到裡面相關的東西 那也把借鑒去用在這個項目上面 因為這主要就是說希望把這個共學小組變成 也有跟包含借鑒合作社和道理面一些生態系 那裡面其中今天在聽的裡面一個比較重要就是說 一開始在討論就參與者的共同需求是什麼 對那如果是以農業合作社當然就是說 裡面其實應該是要以這個 比如說需要農產品的這個需求方為主 但是裡面又會涉及到就是說 提供勞務就是說提供這生產農作物的人 那共學小組其實相對來講比較容易一點 就共學小組他為什麼要參加共學小組 他因為要學習 但他學習可能有因為不同的需求 就是說一部分是他單純是要學習知識 另外一部分他有可能是要當做他的工作需求 就是說他希望說透過他學習可以變成一些權政 對那這也跟一開始要做 以前有做過很多不同的學習小組 那這次要做這個共學小組 其實從我個人角度來講的確是有一些工作需要的 對那接下來的話這個部分比較重要 因為有一部分是從我角度去思考的 那接下來的話這個部分會當成在社群上的這個 去驗證是不是有跟我思考類似需求的人群的存在 然後第二部分的話就是說 所謂的發放權政還有取得權政的形式 就是說他除了參加共學小組以外 他是不是利用web3技術等等的去得到發權政 然後這權政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激勵機制 或是說他變成一個證書的形式 那這裡面有比較多的問題啊 就是說到包含一些誰來發放啊誰可以取啊 然後他的投票機制 但是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這一次經過聽各個特別是農業合作的時候 這部分的話我覺得這部分 或許我應該是要把它放在第二步才去思考 也就是說前面應該也是 focus在就是說 核心就是說為什麼大家要去參加共學小組 那這邊也稍微記錄一下就是說 如果之後這個東西要用各種的發權政方式包含區塊鏈的話 它裡面可能會涉及到哪些技術 然後每個不同技術的一些有缺點關係 那到最後執行層面的話就是說 它會變成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說共學小組的這個集聚 這個應該是比較核心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共學治理小組 因為這裡面會堅持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有興趣參加這樣子形式的治理的人 它或許不是我一開始設定的這個參與者的目標 那這兩個東西它要誰先誰後應該是第一點 還是以這個共學小組的社群聚集 那這下面的行動的話 其實比較像是從我個人角度去出發 然後在五月會去做一個測試 就是說因為 就是說它是以ESG和永續發展共學小組為一個主體的 那等於說因為 一些人他去學習ESG可能是因為他工作需要 那有些人需要一些證書 但是目前來講的話 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可能比較大型的協會等等 去進行這樣課程這樣證書 那其實是ESG或永續發展 其實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結果認為說這應該是可以從共學的形式去走 那所以那那目前來講的話 參考的方式就是說 已經有一些機構 它已經提供一些短期的這種網上課程 那我們不需要重新再去做一個課程 我們可以利用既有這些課程 只要做一個線下共學小組的形式 也就是說大家聽完這些課程 大家如果每個人在他的生活上 或是說他工作場合上有什麼經驗 然後一起去共學的方式 那這個共學要用什麼資料來講的話 目前的想法是以幾個主要的網課為參考 但是由投票的方式去進行 那最後如果投票的話 我們其實比較重要的是 去投票出這個章節的部分 因為假設我們是由某一個網課 或是某一本書 它可能每一個書想要講的東西不一樣 但是會有一些大的主題 其實可以被定義出來 那在接下來會依照這個 每一個標題去進行每一次的學習 那每一次的學習 為什麼是這樣做 就是說因為牽扯到 如果有些人他沒有聽 他沒有有時間去上課 那他又需要進來參加 然後他又想要提供意見的話 他是不是可以給他有一個提供的空間 那所以就是說他會依照 共學小組的心得 或是說他對於這樣子標題 他自己工作上的心得 可以進行一個分享 那後面的話 這個部分是 這部分比較 這上面部分應該是比較可以實踐 那最下面這部分就是說 想像上 但是未來在自己小組 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可以去思考 就是說 從登記參與者 然後他的 他是不是可以有 就是說每個共學參與者 每個人進來 他都得到一個權證 就是說他有參與權證 另外他都可以進行投票 就是說哪一個分享者 對他的幫助最多 那透過這樣子的方式的話 去包含 包含就是說他也有 他共學的這個權證 但是他也可以獲得就是說 有些人幫助你 比較多的這個權證 好謝謝